歡迎德哥 歡迎德哥 謝謝… 我知道你煮了一首正宗的潮州菜 其實潮州菜的特色是甚麼呢 潮州菜的特色是吃完味, 清鮮嫩 因為潮州地區每月生綿海 江河特別多 很多時候大家會看到吃海鮮 其實潮州地區四季分明, 雨水充足 加勁類也非常肥美 師傅聽完你說的那麼多潮州的資料 一定是潮州人 對, 我叫他趙嫩 自己嫩 你今天會教我們煮甚麼 今天用潮州普令的豆醬 烤這隻太爺雞 德哥, 是 要先處理雞嗎 是, 我今天選用了一隻 本地狼場的嘉美雞 這隻雞光雞大約是兩間寧場 這隻很適合做豆醬雞 這是傳統的普令豆醬 例如蘸魚飯 對, 吃魚飯的時候… 我覺得多凍魚 沒錯, 就會用這些 我會加甚麼呢 加芝麻醬 加花生醬 然後加洋蔥和薑 然後用攪拌機 一二三,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後 然後就變成這個豆醬 瓶仔豆醬 太好了 我們會用兩匙羹的普令豆醬 稍後醃了一隻雞 攪拌均勻 對, 沒錯 除了這個普令豆醬之外 我們輕輕可以加少許老抽 這個就給它吃 給它吃 對, 沒錯 不要白白, 這麼肉酸 對吧 醃的時候就順便跟它做 馬上搽拌均勻 沒錯, 沒錯 那裡裡外外, 外面、內面 也要的 很多時候 在街上的籠子很重要 都要搽拌嗎 對, 特別在這個雞胸位置 就比較肉、比較厚 我們搽拌的時候 就盡量把醬撥下來 是 然後就放在街上的籠子 然後搽拌一下 這個位置是經常會忘記了搽拌嗎 其實忘記了就不會 但很多時候會均勻在這個熱位 均勻 均勻 因為這些有些凹凸突聞 就一定會均勻到醬 但這些光滑就沒有了 通常你就特別照顧一下它 就替它做按摩 如果不夠均勻 證出來, 味道不夠均勻 對, 沒錯 反過來, 在這個腿位置 是最多肉的 是 最能入味, 反過來有很多醬 是 而且雞胸位置是最厚的 所以我的雞醃的時候就把它這樣放 雞胸在下面 是 醬就均勻到下面 醃大約是三十分鐘 是 我們就可以開始烤雞了 好, 我們開始烤雞 有隻鑊 是 預備了兩塊竹鑊 防止它一會烤的時候會焦 我們就切兩塊薑 也不需要多, 兩塊都夠了 但家裡沒有這些, 要特地去買嗎 或者是不鏽鋼的 那些也可以 是… 剩下隔的那種 對, 沒錯… 還有兩條的蔥 蔥 少許的芫草頭 芫草頭會增加香味 把這三樣東西先煎到底下 這些是鋪底的? 對 煎到底下, 待會雞肉焗起來 還有那種味道 沒錯… 升上來就會有這個味道 包勻著雞肉 對… 好, 我們這隻雞就放進去吧 整隻放進去… 整隻放進去 沒錯 然後我們只有一些… 魚仔馬蹄 是 馬蹄就撒了之後, 再放進去 很多時候馬蹄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 大家就清甜 是 會吃掉它 可以一會吃掉它 是 但如果有些人會說 那我加火鍋, 加點豆腐可以嗎 因為你知道, 豆腐很吸氣 是 豆腐很鹹 是 很鹹 豆腐是很負責意性的醬料 就像榴槤一樣 喜歡吃的人會覺得它很好吃 是 很鮮、很香 但它一定夠鹹, 才會有那種鮮味 如果你說少許的豆腐, 不要太鹹 這樣就不夠味道了 番水檸位是很難的, 難免的 是的, 那就好了 好了, 現在放進去後, 加上湯 是, 就是這個 麻煩你, 不然是有技巧的 是的, 這個上湯, 冬影就是最好的 不然就在四盒上賣也可以 好 冬影戒最沒有 用水可以嗎? 其實水也可以 是 沒那麼好吃 沒錯… 這個上湯有什麼? 用上湯, 我們用糖排 老雞, 少許金華火鍋 煮好之後, 這樣就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只是這個湯的味道已經很足夠了 是…沒錯 我們先開大火 為了不要讓它焦底 動一動它 然後我們就加少許老抽 因為稍後可能會均勻一點 加少許顏色 我看你的湯不是加很多 不需要整個浸泡 其實烤雞不需要浸泡 我們加少許的紹興酒 這個真的可以全部都放進去 是呀… 解釋得很大 是呀, 加少許的… 這個味道 少許的雞粉, 加少許的 少許的雞粉 然後蓋著蓋上 好 滾了之後, 動一動 轉一轉 牛頌雞其實有兩種的食法 一種叫豆醬焗雞 如果是烤了20至25分鐘左右的雞 用上一隻雞煮熟了 我們就拿把刀 斬斬斬斬斬斬斬 之後呢, 上碟 然後那個豆醬汁就用來埋獻 是 再埋獻了 那就已經是豆醬焗雞了 好 但我們今天製作的就是豆醬太爺雞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還要再調湯, 別太鹹 湯太鹹, 吃得入肉 為什麼要叫太爺雞呢? 因為太爺沒有牙 沒有牙, 不用砍開 用筷子一碰它 一夾起就可以吃了 這就是豆漿太爺雞 這麼快就已經焗了15分鐘 我們一起看看, 好嗎? 好… 來, 一二三 除了豆漿之外 剛才我加了一點老抽 是 釣出來就金黃色的味道 是 很漂亮 是吧? 通常這隻雞到這個階段 大約熟了七成半左右 這麼快? 已經沒有熟了 是, 現在我們把它反轉 很香, 豆漿味 豆漿味很重 是… 豆漿一向以野味見稱 豆漿除了我們這次用來烤雞之外 其實豆漿是用來做魚飯 吃什麼? 要點 然後豆漿可以用來泡豆漿薑 豆漿薑蒸蔥魚又好吃, 一轉 對, 豆漿的用途相當多 例如說我們家裡的沙布沙布打火鍋 也可以? 然後把豆漿的醬攪拌均勻後 用來蘸牛肉 一轉, 味道就不會… 這是潮州式的火鍋 沒錯, 潮州的牛肉火鍋 就是這樣出名 還可以加一些芝麻醬 對, 芝麻醬、花生醬都沒問題 說得都流口水了 真的 什麼時候吃的東西呢? 現在我們… 翻了一次 轉了之後再再烤十分鐘 是 前後整隻雞大約焗了二十五分鐘 德哥, 我看你的雞已經焗好 就放進窩裡了 沒錯… 我們把馬太圍在旁邊 是 醬汁倒過來迷芡 是 通常迷芡的時候, 一定要嘗一嘗 因為豆漿的多少 是決定了這個醬汁的鹹度 如果太鹹就加上湯 太鹹就輕輕加多一點豆漿汁 是… 好了 現在嘗了嗎? 是嗎? 已經輸了 怎樣?還要滾嗎? 滾嗎? 這樣吧, 很好吃 對… 試來試去, 只有一種味道 就是好吃 好 因為豆漿汁本身有一點黏度 是 煮得夠透的話 其實也不需要怎樣加芡 倒進這邊這一鍋裡 整個倒進去 這麼多? 對… 圍一個圈 是… 浸著它 它好像浸一個溫泉一樣 是呀, 這隻雞真幸福 就好了, 沐浴在豆漿汁之中 是嗎? 公蔥頭就用油炸了 加在表面上一起煮 然後曬火, 多焗一個半小時左右 煮到這個階段 我們就放一點酒 酒 上去 有酒香 有點酒香在旁邊 蓋住蓋子 再焗那些酒 再焗一焦 酒香飄上來 味道吃, 已經嗅到那種味道 是 那就贏了那個味道 是呀 沒錯 都是一個味道, 是嗎? 好的 就是什麼? 好吃 好吃